花蓮縣文化局即日起在石雕博物館推出 睽違四年的食材產業文化特展 這次有兩大主軸包括了石礦製造 從產地到日常、食材科普常設展 以及花蓮在地食材舌文石為主題的 食事日常、舌文石與生活的100個靈感特展 呈現了花蓮食材產地的日常 探索食材產業的過去、現在還有未來 1960年代,台灣東西恒光公路開闢 掀起了花蓮食材產業發展序幕 並隨著經濟起飛的快速發展 花蓮產出高品質的大理石、舌文石等食材 優異的品質和加工更讓台灣當時成為僅次於義大利 全球第二大的食材加工出口的國家 獲得石頭故鄉的名名 這是花蓮縣文化局、花蓮石雕博物館內規劃兩大展覽 由傳統法輪食材及資源產業研究發展中心承辦 從13號開始設置於第二企劃室 同時拉近食材與民眾的距離 那當然到了這個光榮大理石 以及我們的這個 我們的產業動力之後 弱勢另外一個一波 然然怎麼樣面對我們的環境保護 以及產業的變化 所以無論是跟科技來結合的 我們的火春大理石 也是跟科技來結合 或者跟文創來結合 那未來其實有相當相當多的 相當多的我想創新或者是轉變 文化局表示 兩大展覽實況製造從產地到日常 食材科普常設展 實施日常 舌文史與生活的100個靈感特展 結合了知識和在地文化 10號正式展開 邀請民眾青年學生一同探索食材產業的多元風貌 記得教育華社會堂